死活 我当时才这一次 就知道六少夫人 您前准复个陷阳 六少夫人 六少主的侧夫人 对 六少主 你 你赶紧上轿 别握时针 别握 怎么搞错了 没搞错了 我饿了呀 我叫姐姐怎么还不回来呀 好饿了 这是最后一个菜了 这饭你了就过了 还剩这么多 都吃不就浪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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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全 刘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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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菜都准备好了吗 快快快 烧煮回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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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什么时候了 还给我搞这个仪式感 我 这么快 正好 六少女 别挤饭了 先传 传完善呢就用药 你妈这老方子 赶紧把药煎了 好吗 都说了 赶紧地跑起来呀 刘保全 我去配合你了啊 菜上了也不说一声 南瓜蒸的 下个菜快点啊 来了 来了 南瓜蒸蛋 少煮鲜炖暖胃 蛋呢 一定是他们弄错了 少煮 少等 少煮 桂花糕 少煮 桂花糕 白桌西兰花 是吗 烦豆白盒 白灼炉笋 走 糟了 没删灯牌的了 刘伯全 这个吧 刘伯全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 你躲着我也没有用 再说一样额头给你们一碗我 这盖死的公规 白酌排骨 我回头再找你算账我 白酌排骨 一定是我之前的打开方式不对 劳烦这一次您亲自来吧 不 这是参选女子的预牌啊 怎么会在这儿呢 少主 好 真好看多了 好像还是我爱的 哎呀 你不懂 糟了 这人衣食华贵 不在少主别院 大概也是个少主 你是做什么的 哦 我是这里的试读师傅 少主们的饭菜 都要经过我先试一试 才能端上去 这些菜都没事 我先走了 这用嘴亲自试读 我还是第一次见 你是谁家月灵 谁家 我听闻这个六少主啊 体弱多病 难成大事 新川主就没有那么伤心了 这宫里 竟是看人下菜节的事 自然而然就对六少主 没有那么在意了 这样说来 他还挺没有存在感到 六少主 快 六少主 那你说说看这六少主 他长什么样子 他 他 他这个人 比较 朦胧 朦胧 展开说说 他存在感很低 在一群人之中 你很难发现他 就算他站在你面前 都有可能认不出他 在宫里若有四无的 你这描述得倒是挺准确的呀 改日我见到六少主 让他考虑你一番 那都不用了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士徒师傅 那 这里都没什么问题了 我先走了 你 你怎么了呀 你 你怎么了呀 究竟 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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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不会痛 找他医学 走 起来 行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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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快 一 二 三 五 四 我 还是我自己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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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死手 须死 我不记得的是哪间院子了 也不知道它是谁 更不知道它胃疼有没有好些 我本来是想把它送去太医院的 结果它非说自己有事 要我把它送回少主别院 你说它胃都疼成那样了 还回少主别院干吗呀 它不会是想告发我吧 那我会不会掉脑袋呀 不会不会的 你别害怕 你不认识它 它也不认识你呀 而且今日大雪 宫里这么多女子 就算是盘查起来 也不一定能盘查到咱们这儿 这天啊 马上就要黑了 天黑之前 有可能接你出宫的轿子就来了呢 到时候你人在寄穿了 天高人远的 他们上哪儿抓你去 嗯 这要是赶回家 就是吃莲藕的季节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吃什么 李姑娘 李姑娘 接您的轿子已经在门口候着了 这就来了 你想的真的来了 太好了 这新穿功身路难的 你以后就是一个人了 一定又小心些 那我走了 走吧 我走了 等我回家 我就把莲藕寄给你 嗯 这么打一打 全都全都全都寄给你 嗯 快点快点就等着你了 这轿子 这轿子 怎么是红的呀 当然是红的了 你是第一个的 穿主下肢丝荤的 丝荤 哎呦 我当是下肢一轿 就知道六少夫人 您前途不可限量 六少夫人啊 六少主的侧夫人 对 六少主 哎呀 哎呀 你赶紧上轿 别握时着 别走 哎呀 怎么搞错了 没搞错的 哎呀 不要紧啊 你怎么不过去 哎呀 走啊 亲父拜宗祠 浙夫人 浙夫人 给侧夫人请安 我妈 起来说话吧 是 我想问问 我为什么会被指给六少主啊 青川主是不喜欢这个儿子吗 小人听说 是六少主亲自求求您的 大选告终 贺川参选女子如何指配孤姨游打算 但是还剩下一个 你二人可愿为孤解忧啊 父亲 儿子还小 还不着急成家 对对对 九哥还小 我大呀 我能娶好几个呢 父亲 好 那就将纪川李维给你如何 纪川那个 不是 那个 还是算了吧 那不成体统啊 那个 主上也知道 纪川的女子给了谁都是亏了 不然就给 六少主到 参见主上 嗯 纪川参选女子指此一人 若是落选有失致好 儿子年纪若惯 也到了该娶妻的年纪 可否将纪川李氏 许配给儿子 既如此 就将李维许给真儿吧 不过你放心 他只会是你的测试 日后郭 再为你另选一门好情事 少主啊 哎呀 又该喝姓汤了 来来来来来 哎呀 您怎么又把之前的姓汤给倒了呀 这是暖胃的 这东西喝了这么多年 一点用都没有 贵仔坚持 这喝总比不喝强 快 少主拿着 听话啊 真让人心疼 您都病成这样了 还强撑着去请私会 我去不去 这门婚事都是我的 倒不如自己成了这么的意 主上从来就不关心您 小人一想到这些就难受 这回头主上要是忘了给您赐一个好正式夫人 那就亏大了 又说季川这个测试能帮上您什么忙呢 爸爸 况且我也曾没有想过利用七族 做些什么 不愧是少主 竟有如此心胸 而且您好弄略呀 演了一出 并重还不忘为主上分忧解难的大戏 这番同情分您拿满了的 你快去找太医吧 不然朕重临终前的分忧解难了 快去 呀呀呀 我这就去这就去 侧夫人 虽然呢外界传言六少主不得志 但是小人都打听过了 这个府上不怎么打麻吓人的 算是个好去处了 侧夫人别担心 不打麻吓人 就算好去处 知道你消息灵通 但你也稍说点吧 张太医 这边请 这边请 少主 不行啊 你们几个麻烈点啊 快快快快 你们别跟了 这个水够够热呀 快快快快 老苏 吴少主 老苏 老苏 老苏怎么样啊 太医怎么说啊 太医说比预想中的还要差呀 你说刘少主命太苦了 自小就病若 现在越发的不济了呀 这怎么 你说啊 本来就只剩下半个月 你说他也是 到处乱跑什么呀 你看十万个月 只剩半个月了 你怎么该让我去看一下 对对对 你快去 你快去 手脚弄麻利着点啊 你们是不是知道 六少主快不行了 只剩半个月了 四分别乱说 对呀 这种话要是把别人听到了 会被杀头的 在宫中 主神和少主的身体状况 是绝对绝对不遇见义了的 是啊 虽然人人都知道六少主有问心 可是除了贴身事后的人 是没人可以乱说的 四分千万不要再说 这些害人的言语了 对呀 我懂了 乖乎得 别人都不要我 就六少主指定了要选我 原来是为了冲洗呀 主子 那我好了 我知道了 这事不能外传 你们下去吧 是啊 这次怎么能这么严重呢 来来来来 我来我来我来 谢谢太医啊 来 您好 请请请 你看啊 这书考就剩下半个月了 你就别参加了 这次书考是父亲亲自赔的 我不能决心 放心吧 我死不了 他还死不了呢 你看你都病成什么样子 你连婚礼都下市从简了 就让心腹去拜了宗词 你说你这样还 是不是洞房都够呛了 我要休息了 好 好 睡吧 没事 你可得 没事 我陪陪你 别坐啊 我陪着 我不碍事 我陪陪你 好 加上出病日 满打满酸 还有一个月 我叫荣归故里了 爹 娘 无福将死 莫尚花开 无可苏苏归矣 切记备下韭菜 火瓢牛肉 万不可少 和陪你一年早逝 报器 和陪你一年早逝 老天保佑 让六少主来世 康奸扶寿 长命百岁 剩下的日子 我会好好照顾她 陪她走完 生命的最后一程 这六少主长什么样子 还没见过呢 怎么一股子药味 揭穿李威 见过六少主 这 怎么这么多血 不会死了吧 六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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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好了 原来她就是六少主 完了 完了 何必紧张 你我又不是第一次见 既然是本院试毒的 那这碗野生馴汤 你帮我尝一尝 怎么了 我吃瓜了 求六少主输罪 不吓唬你了 行了 侧夫人 不吓唬你了 起来吧 你我初时故久还不了解 家中境况如何 家里三代务农 只有爹爹考证 但官太小 登不了鸡串宫 多点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爹爹很会做饭 也很爱我娘亲 我还有个爹爹叫李沧 他总是跟我吵架 十字吗 礼仪规矩 四数六亿 真知女工 都不太会 唯独家有品鉴上 颇有心得 不能看懂点菜单子 喜欢吃 但是我弟弟 每天就不学武术 我平常管他 他 这有没有什么 不喜欢的 超数 我做错的事情 娘亲 总罚我超数 我写字不好看 这厨房偷吃 不算打过 但 规矩不能破 还是要罚的 罚什么 超数 就罚你抄本院的点菜单子 一百遍 知道了 祖父去世时也是这样 明明都吐血了 还要藏着掖着 就怕我们看了担心 你也是个善良的可怜人啊 你 这么看我做事 周少主 你放心 剩下的日子 我一定会好好顿您的 也不是怎样的 他就以为书考那日是您的死期 他就是掐着手指头等着您归夕呀 他好当寡妇 拿着续养金回继权逍遥去的 少主啊 他之前在您面前献媚 我当他喜欢您呢 结果他压根儿对您就不是真心呐 他就是盼望着回老家当寡妇 他就是盼望着回老家当寡妇 他对您的那些好 那也是临终关怀呀他 他就没法您放在心上过 我跟你说给我气的呀 咱这样 咱现在就把他拘来 就在这儿 咱打他一顿 给您哭出气 算了 这 任他胡闹去吧 不是 一切等收考结束以后再说 你 他 你 下去吧 什么玩意 人家都是 气死我了 走吧 烟衣 柔为用 难以强为贵 予以柔为美 你为月己者柔 凡为人妻妾者 必 三井面 女工齐杀 有辱复工 扣五十为月前 奇异稀赖 不能讨夫君还心 扣五十为月前 乐感全无 不开若二 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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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为月前 你 菜都备好了 是吧 嗯 要注意几口 好 好 好都不能吃 你 厕夫人 厕夫人 今天是少主的大日子 时辰也差不多了 您快去准备一下吧 真的是今天 上次送药 竟是最后一面了 厕夫人 你还愣着干嘛 快去吧 怪怪的 这 待会等少主回来了 无论烤得如何 都做几个好菜 好好给他庆祝一下 必须的 齐哥 齐哥 上回戴先生说那个重点在哪儿啊 我怎么找不到 这局 啊 还有啊 还有这局 吴哥 吴哥 父亲怎么说 你这次说还得问我们点底啊 父亲这次会怎么罚你啊 谢谢 我我我尽量 尽量点点啊 去去去 去去准备去吧 就 我 哎呀 快点啊 专六少主 入内书口 参见主上 书考开始 柳少主则提 论及减免赴税 却未曾将各川税政 足以谈论 只言及莫丹经三川 却是为何 因为只有这三川 与新川铁量相当 能为敬一关 尤其是莫串情况极为特殊 莫串守着新川关隘 新川正是莫串后方 新川想要减免农税 也要顾及莫串 所以我在文章中主要论述了这三川的减幅之策 以期借鉴 京川重伤 新川重农 如何相较 单看新川都城 方式颇具规格 若百姓日后想要误伤 届时再去定制规则 倒不如提前预下 代川产矿 嗯 对沃川 已至关重要 为何不曾谈及啊 代川情况极为特殊 即便是代川主想要定税减负 亦要和各矿主商量 但我新川不会受之于人 所以无需借鉴 主上 如此便没有什么问题了 等等 代帝已将文章给顾看过了 你有意取消科捐杂税 只在夏秋两极征税 前而美护可劳作认定征收 对老弱病残 观寡孤独者皆免征 你胆子很大 老弱病残观寡孤独皆无劳利 所以不用征收赋税 而春季需买种投产 甲甲皆无余资 冬季停耕卧田还需钱财过年 冬季停耕卧田还需钱财过年 所以只有夏秋两季 适合征收赋税 所以只有夏秋两季 一同学 冬季休息 书考结束 输考结束 好 上书考得多好啊 真是学习的奇才嘛 你看看 快站住快站住 你怎么穿成这样 快快脱了 你认识少主的大趣之日啊 什么大趣啊 想说什么鬼话 快把这个脱落了 你没穿得要穿得闲压吗 那少主看你怎么 救命啊 救命啊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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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学生 思雅叔 怎么在您那儿啊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的胃病 还不足以要了我的名 明明就说 就说什么 只剩半个月 那说的是书考 只剩半个月 您考完 考完了 考得怎么样 我是头筹 恭喜少主 少主 英明神 行了 你们出去吧 我跟侧夫人单独聊两句 好 还有你 还有你 哦 完了 这是要干吗呀 我看起来很弱吗 什么 什么 是因为我看起来弱 你才会觉得我命不久矣吧 说实话 身边人是不会同我讲实话的 但我想听真话 行了 起来说吧 那我 我就讲实话了 但说无妨 少主确实有些 略显文弱 加上我听别人说 说您从小体弱多病 所以 所以呢 所以你能当大人 贴不疼 念不爱 是少主中 最弱的 然后呢 没有人活了 您又如何处置我 好自为之吧 是吗 爹娘 我将死 莫山花开 五官可苏夫皈依 姐姐备下韭菜 火瓢牛肉万不可上 少主 他昨晚没跟你胡说些什么了 倒是说了很多 你们不会讲的实话 也让我确认了 我想让外界看到的 他们是真的想想 少主 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啊 我怎么可能不跟您说实话呀 苏神对天发誓 自从您中敌长主的帐下救下了小人 那小人对您就是一片痴呈之心 天地可见哪 那你说说看我在外人眼里弱吗 不弱 少主一名神武怎么可能弱呢 少主在我的心中 犹如天神一般强大 无所不能 我对少主的经验 行了 你让刘宝全学着做一些继承材 还有那个什么火瓢牛肉 毕人禁爱的罗少主 我罪不可输 罪不可输 罪不可输 册夫人回来了 太好了 少主卫病好了 川夫人下令 今晚就给您和少主补上洞房花烛 你说什么 快来吧 这 快来 谁 谁洞房 今晚 侧夫人沐浴更衣之后 少主就会来到您的房间 侧夫人 刚才嬷嬷说的 您都记住了吧 侧夫人别不上心啊 最好今晚就得六少主亲眼 然后你们俩就可以 你们新出来人也太过分了吧 我都快死了 还要给人去冤风 别啊 侧夫人啊 侧夫人 川夫人下令 补办您和少主的合房之礼 就说明少主没有把您开罪她的事情放在心上 不然早就上报处置了 您不会死的 对啊 不会死了 可是我还是要跟人去冤风了 侧夫人 别担心 我看六少主挺行啊 我不想知道这个 那您想想日后 是 您现在只是侧夫人 可是我们新传女子 母贫子贵 您若能早日生下孩子的话 那您一定有一席之地 所以您可得努力了 若不能早日生子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修的 你说什么 从前啊 司少主有个侧夫人 因为一直没有孩子 然后被一纸修书赶回了家 我们害怕你也被赶回去 赶回家 嗯 那也太惨了吧 好啊 六哥虽说已经能做本礼了 但是这闹多烦之外 也不可少啊 是 是 是 得闹啊 可是我还是你有福气啊 取了一个又怪又温柔又体贴的 绝不给你白手腕 哎呀 大事 不是吧 五哥 你那家丑就别挽扬了是不是 六哥 给你背了个凶狠 不要了 不要了 不用了啊 不用了 不用了 杜卫少主 你看天色也不早了 咱们就送到这儿吧 先回 回了 嗯 回了 我来 拿着 好好学习 哎呀 哎呀 马到功成 走了啊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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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主 你怎么吃这么多好香啊 你不小心多吃了一点 你怎么还要想 你都吃了一点点 我心 少主 你不要说 怎么了 少主 少主 总 測不是今天不太方便 嗯 不方便 哎呀呀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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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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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yer 少主 我一不小心破相了 就不能见您了 请您原谅 先回去吧 破相 让个 我 我 我突然特别想吃麻辣羊肉 就一个没忍住 去厨房端了点 那么说了 破线者不能见少主 这是不敬 所以 我们今天晚上 还是先回去吧 我突然胃疼 如果川夫人问起来就说 就如实说吧 是 少主 要是这么有兴致 您可以另寻旁人 您这么英明神武 肯定能寻到 那个愿意又方便的 我上火了 不太方便 既然上火 羊肉就不要吃了 就带刘宝泉 不要让侧客人借件厨房 一定的 冲衣不用远方了 我上火了 我上火了 想喝口凉水 哎 哎 策夫人 您昨日偷吃辣椒烤羊肉 上火 按规矩 破相者不依面主 您就没弄事情 如果今天您再吃错东西 出了状况 不能全了理数 那小人也就不要当这个差了 不行 我真的要吃口 哎 少主之命难违 策夫人请回 哦 我少主可这么适合人哪 好 调整一下 红夕 孙姑娘 哎呀 这是我们策夫人的房间 您不能乱动 哎 您测试的东西我动怎么了 我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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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快下来 不要送姑娘了 送姑娘 你别送过去 哎 您是 你就是李薇 这其实 在画本子里 她是不是就要撕我了 不是 我是御冠 御冠 御冠 御展 御萍 御冠 我们都是李薇的侍女 如果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哎呀 头头齐子 您头上了 您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呀 策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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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个人我最喜欢 啊 赶紧把你的东西都给我扔出去 这 这 给我扔出去啊 你别拉我 啊 啊 啊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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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你 你的内心怎么这么大 我吃的耳朵 快起来 送我 怎么了 李薇她推我 郑哥哥 什么哥哥 你 郑哥哥 郑哥哥 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李薇 李薇她故意推我 你看还弄碎了我的糖坏 你这么叫我不合适吧 还是叫我为兄长 你看我的手 都破皮了 好 此女名叫颂武 是一位将军的义姑 六少主的生母 何夫人之前扔下的干女儿 本来啊 她是跟何夫人一起住的 但是她和十一少主水火不容 所以就在这儿记住了 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钱真的出去玩了 刚玩回来 其实我可以自己来的 真哥哥 我 你怎么就突然不会好好说话 我一直这般呀 倒是真哥哥 你不知会我 突然就娶了这么一个 其貌不扬的侧夫人 而且还住了我最喜欢的房间 你是不是不疼我了 送我是我生母和夫人受养的义人 是名义上算我们的妹妹 我们的妹妹 她确实有些任性 你多减两万 张哥哥 你不为我做主吗 是李维 李维她故意推我的 你要是不来我们房间捣乱 她为什么要推你 我们的房间 可是这就是我喜欢的房间呀 你之前已经答应过我了 要给我做书房的 谁啊 谁答应了 我就是喜欢这一钱吗 妈 我就是喜欢 看来在我这里是委屈你了 不如把你送到我母亲那儿 让你们拿出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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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一家人 何必为了一间房间奢何去呢 新人妹妹喜欢 忘今晚就跟我住吧 嗯 少主 侧夫人怎么对宋母娘如此热情 会不会是要下黑手啊 她就是怕我进她房间罢了 啊 她还怎么样怎么样嘛 啊 哦 你的这两个丫鬟叫 玉萍玉展啊 有什么问题吗 那以后我的两个丫鬟就叫 精萍 精展 精萍 啊 啊 二丫 怎么了 主子 磨磨叽叽 以后你就要精萍 另外一个要精展 你知会她一声 哦 是 下去吧 你们也下去吧 我不就去睡觉吧 我不跟你睡 你睡地上 我 我不跟你睡 你睡地上 行 只要你就留在我这儿睡 这床就归你了 但是这被子呢 是我一直盖到现在的 要不我跟你找一床蚕丝呗 不行 你这么容易就松口了 肯定不安好心 啊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想睡地上 这样就好跟真哥哥告状 说我欺负你 我哪儿有想跟真哥哥告 又少主告状 我没有想跟他告状啊 你还好意思叫他真哥哥 那是你叫的吗 像你这样的人 我在宫里见得多了 我一眼就能看穿你的算盘 想拿我的把尾 没闻啊 一起睡床 娘 我很饿呀 娘 我很饿呀 今天就吃了春花了 闭嘴 一整天都没什么吃 喂 喂 你怎么不老实点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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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好的 一晚上没法睡觉 没法睡觉 没法睡觉 我又炸了 以为你给我起来 你给我起来 你给我起来 喂 喂 打碰哦 所以是我不对 这段时间太清汤寡水了 我太饿了 我太饿了 来 你昨晚没睡好 现在多吃点 吃饱了补觉 睡得更香 一会儿我把我的房间让给你 什么 我还去你的房间 你别做梦了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跟你一块睡了 哎呀拜托拜托 只要你肯留在我房里陪我睡觉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我发现你这个人很奇怪啊 你为什么非要我陪你睡啊 算我求你吗 嗯 求我 那行 那你给我当丫头 嗯 没事好肩膀疼 好好捏啊 好啊 你说没吃饭啊 使劲 你要捏死我啊 我 我听说力气大 不好意思啊 算了 津平 这是 簪子 戴上 干吗呢 我说给我戴上啊 你问你什么诚心啊 哎呀你这头上有个包 什么包 你这儿不会带你 笨死了你 我帮你挑衅一下 好 祝父上万安 老三有多久能来沉醒了啊 好 好 父亲 三弟这事儿确实不妥 他身为少主却久不上朝 一直在外面沾花折走 谈和他的折子都堆成了山 如今母亲都被他跟骑兵了 儿臣以为 儿臣以为 应当下旨让三少主就回到宫中 成日在父亲眼皮底下 那样他也不敢不上朝 哎呀这件事儿 他终归是家事 没那么严重啊 他平时不是在你手下吗 不如你去欠劝他 实不相瞒 儿臣已经劝了他多次了 但是他屡教不敢 儿臣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那老四呢 父亲 三哥有自己的考量 况且儿臣速来不敢忤逆兄长 恐难当此人 老五你去 父亲 那个大家都知道 平日我和三哥没有什么交往 我去劝他是一定不听的 都退下吧 是 是 父亲 儿臣有一言 是我 若是三哥能自行还工 是不是就不用下旨 自行回来 怎么可能 我想试试 少主 我车都备好了 这侧夫人找不到了 这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雨也掉得差不多了 要不咱们先回去吧 你好好的 一会儿被晒黑了怎么办 少主 三哥哥 我不是故意的 是因为他昨天还 行了 下不为力 他就认为了一个词是这样的对我 你们一母都说了 以后我再是他的夫人 也不是吧 何夫人说的是 你要是实在嫁不出去 就委屈一下六少主也行 别装了 醒醒 你怎么看着老师装呢 刚才抱你都没用力 一看就是装不装 没准说本来就行了 好 这还是我入宫之后第一次出来玩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咱们去找我三哥 把他请回宫 有你在会方便些 父亲让我低调行事 有你在只会结的是 婚后寻常来访 听说他给每个红颜 都用节气气名字 那不是要集齐二十四节气吧 那我听闻三少主 将自己的红颜之己 以二十四节气命名 还有许多姑娘正在报名 这是真的吗 这我倒是没听说过 那我还听闻 三少主 见眉心目 英俊潇洒 遗书临风 等到了 你自行体会吧 三少主 人到了 到了 就到了 你同我一起去赢一下吧 怎么说也是六弟 面子上也得过得去啊 你们先去 我晚点 免得太过热情 等等 不要与那个季川的走太近 免得 静默者黑 好帅啊 果然美男独自恋 六弟 好久不见 孙嫂 这一眨眼你都成亲了 这就是六弟妹吧 真是个美人 见过三嫂 三嫂果然人美气之佳 不愧是最帅少主的夫人 那这传闻中的三少主 是该有多帅呀 大少主到 好 好 好 抱歉各位 刚才处理事物来晚了 六弟妹等着急了吧 刚到 内子对你仰慕许久 这一路上就说你 英俊潇洒玉树临风 见眉心目仪表堂堂 大家公认的 没办法 画师 既如此 我就将这张 我亲笔千盖的个人画像送给你 拿回去珍藏我 多谢 今天时间不多 不然我就让画师将我们共同入画 也挂在这里 仪表纪念 好 都看待了 三哥 咱们单独聊聊 那好吧 海棠照顾好弟妹 我与六弟去去就回 六弟 请 请 这话你要是不喜欢 就扔了吧 别看他面上跟你活络着 他可特地交代 说弟张主不喜欢六弟 让我也不要与你多来往 这样啊 多谢三嫂如此残率 既然如此 我就不为难你 先走了 哎 话还没说完呢 正因此 正因此 我们大家当即决定 要和六弟妹 成为姐妹 你们 大家 跟我来 我别说每天都会 可真是 那我组织 这就是传作中呢 杰气姑娘们 跟我来 跟我来 我真的要想像人 我真的要想像人 我真的要想像她 我什么呀 我真的要想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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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们 海棠姐 这位是 不会吧 四老三不会又天心人了吧 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也被她获害了 误会了 这是六少主的侧夫人李薇 见着吧 六少主人 吓死我了 我以为那个四老三 又去把别人家的好姑娘 骗进来给我当生辰礼呢 要是她干的一点都不奇怪 四老三专条这种坏人的坏事儿干 我不就是想买在生辰礼吧 是 莫尺难忘 这人已经不要脸到登峰造极了 就是 不用惊讶 我们就是如此啊 要是以后受了什么委屈 无处发泄 尽管来找我们 对 送你个面团 要是以后有人欺负你 就把这面团想做是她 吹她 打她 骂她 你们在做成熟面 对啊 我能一起吗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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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一起 对啊 好热啊 太厉害了 你先去做吧 快教一教我们呀 是不是有什么去学 不过也要学 其实很简单 我连饭都不会做 只是力气很大 以前爹爹在家的时候 经常扯面 我在别人上看着就会了 回头教你们 好啊 那可真的太厉害了 我一看你就投缘 不过留下来 一起给白鹿庆兄吧 好啊 那我太高兴了 我教你们扯面 好啊 有好几个都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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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着满园的欢笑 看着满园的幸福 这都是我一手打造 这些汗水和努力 在这一刻 终得圆满 老刘 说吧 找我何事啊 这现在外面流言四起 三哥若是还不可还功 我担心这些欢笑 幸福还有缘存 怕是都保不住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就得吓唬我两句 我就回宫去了 就凭你 别想威胁我 小弟不敢 我的意思是 三哥不必再韬光养晦 收敛锋芒 新川随为九川之首 不论是兵力还是证据 都高于其他八川之上 但唯有府库营收略训一程 如今正是佣人之急 三哥乃为经济奇才 扑懂生意之道 父亲借此弹劾之机 招你入朝 实则 实在请三哥出身 这是父亲的意思 老刘啊 你以前少言寡语 在宫中专心养兵 何事也琢磨起这些来呢 三哥 你虽非迪触 但也是川夫人一手带打 如今她病了 对你也深是想念 要不就 回去看看 我先想想 今日是我白露生辰 我要娶庆生 你先自便 好 你跟我来一块菜 吃点灌吗 这个好脆 太好吃了 是吗 多吃点 旁边小海鲜 你们府里的菜 比我们宫里好吃多了 我在我们宫里都吃不饱的 多吃点 多吃点 那你就得常来啊 排骨 排骨 再吃点肉 排骨 排骨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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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好吃 白露姑娘 你今日是你的生辰 你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啊 我实在是高兴不起来 我实在是高兴不起来 今天是我的生辰 那个死老三肯定得来我房间 那你就说 来了葵水 拦住他 我五天前刚用过这个借口 那不然这样 今天是你的生辰 我替你去救世 下次是我的 你能替我 反正他还分辨不出来的 不行 什么就分辨不出来啊 实在不行 就服用汤药 那怎么能行呢 吃药伤身体 不到万不得已 绝对不能吃的 那我不是说的是实在不行吗 那实在不行 不就是万不得已的意思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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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用药就不用药 是啊 你这是干什么 我记一记 留着之后 你们还有其他的好法子吗 原来你也需要啊 喂 你这个姐妹我可是交定了 以后有什么麻烦 尽管找姐 姐帮你 多去海棠姐 来 多吃点 以后可要尝来我们福利 嗯 来 对了 那个六弟 来府上是带老三回宫的吗 你们都知道了 嗯 早就猜到了 这老三在外面晃悠这么久 主上怎么可能放人自留 就是啊 以我之间 三少主如果要回宫的话 也不算是件坏事 其一 他回宫可以求得主上的原谅 少主之位得予保全 这样也不会牵连到你们 其二 他要是回了宫的话 你们不就见不着他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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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想得真是周全 句句都说在点上了 嗯 其实我也是有私心的 如今我集聚在六少主的宫中 他算是我的东家 所以我也是想为他办好事情 不好意思 哎 这有什么的呀 你分析得也没错呀 三少主回宫可对我们大有好处 对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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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露 你快吃吧 你多吃一个 就少些那个四老三一面 嗯 那我要把它全吃完 好 我了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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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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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吃饭吧 来来去去 都吃啊 吃吃吃 快吃快吃 我今天看这老六 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跟这毛小子说话 我竟要思量三分 兴许是主上受益什么 才让六少主心里有底的 嗯 妾倒是觉得回宫挺好的 回宫有什么好的 束手束脚 没准还要掺和到二哥的事情里去 少主 你仔细想一想 这主少能让六少主私下来找你 就说明事情不严重 他也不想闹大 这一直以来 都有人在弹劾少主府中红颜众多 若是置之不理 主上再动了怒 把姐妹们都给裁撤了 那可怎么办呀 是啊 这老六 确实是心思深重 你又让李薇见到了我的结妻们 这可就是把柄啊 他们要是抱上去 父亲 会由我的结妻们要挟我的 他们可都是我的心肝宝贝 就是我白鹿 我是在大街上把她捡回来的 要不是我 她早就死了呀 那个死老三 一直以为在街上乞讨的是白鹿 其实是我 还说跟我一生一世呢 实际上呢 是一群人的一生一世 还有我的小满 要不是因为我 她爹都没法入土为安呢 我爹当时只是生病了 没钱买药 我想着给人为币换点银子 可她非说要拯救我 带我过上好日子 哎 这就是好日子啊 刷将以前想去做生意 可从古至今 哪有女子抛头路面行伤的 我是不能再让她受苦了呀 苦什么苦呀 我那伙正愁愁满志地想要干一番事业呢 我刚出摊她就来了 我以为她要买货 结果她是让我 大叔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连上鞋都没有 谁没有鞋了 我那就是在赤足跳舞卖衣挣钱 结果呢 她又把我带回家 要不是因为她给的事太多 我才不乐意呢 为了让她们自在 我没有给她们办公机 可现在有人想拿她们开刀 赶她们走 我坚决不同意 既然如此 不如借着明日上早朝的机会 自然而然地回去 跟主上好好地说道说道 保住姐妹们 你好 那明天大家一起回去 你疯了 不是 我是说姐妹们都没有公集 怎么回得去呢 我准备回宫住一段时间 我也很想把你们都带回去 但没办法 按规矩 一个少主只能带四个宫女 这次没能跟我一起回宫的 我知道 你们都会很想我 日子会很难熬 日子会很难熬 你们都那么需要我 我也不能厚此薄彼 公平起见 我决定 我们就办一次 节气着选吧 上铜钱 都有了啊 放 你 你也掉了啊 你们死 这 你们五个 被淘汰了 小蛮腰 樱桃口 人间对美丽女子的要求 就是如此的残酷 苛刻 你们已是上品 但在精益求精的路上 还需砥砺前行 再创辉煌 姐 上宣纸 这些人 胖了 跟人家学学 很好 很好 好胖啊 这怎么吸着气还这么怂 挺有自知之明 不 你们怎么一个个的都胖了呀 老鬼没关系 我走以后 你们吃一个月的青菜 肯定能收下来 加把劲 加把劲 就省一下 你是最后的希望啊 就差这么大就够多了 加把劲 加把劲 胳膊 回去吧 回去吧 你们十六个人 竟然没有一个选上的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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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码 白露 双将 大十五 小满 你们四人 随我入供 哪四个啊 早晚要你还回来 来 饱了 我在三少主那儿 已经吃饱了 近日多谢帮忙 有了 不用 不用 我说过了 我在这儿是您的 又您的 何该为您办件事的 何该为您办件事的 不过 他们的情况 倒是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又能不太一样 就你回 三哥已经去顶回宫 明早就会上朝 但除了三夫人 还带了四个丫鬟 四个丫鬟 那我岂不是把人家给坑了 我已经吃饱了 先走了 等等 送我 你回客房住 今晚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发了 你回家 你回家 这种可以 我怎么过 你回家 我回家 你 我有了 有了 我有鬼水 鬼水 那 多喝热水 我来就是想问 你和三嫂到底说什么 能让三哥改变主意 女子之间的将心比心吗 女子互帮互助是应该的 只是没想到三少主 还带了几个人 怕是坑害了他们 真没想到你还真有点本事 放心 我不会强迫你和我远方 坐 你早说嘛 害我担心好些天 有件事情想劳烦你 我年近若惯 许早日入朝某指 这段时间需要在父亲面前树立 加以稳固的形象 我与兄弟们之间不同寻常人家 虽胸有敌宫 但各种关系复杂 有关于内缘的还请你帮我都走动 你放心 没问题的 从今以后我就帮你做工 你就收我东家 东家 就是一个比方 我收完了 不用走 好 好 少主 对于昨夜您说的话 我有个想法 您说您年近入关 需早日入朝求职 哦 是 我有仪师相求 如果我在内院学堂表现得好的话 那带你开服入朝之后 我是不是能够 想离开 这少主英明 我就是这么想的 你若想离开 我也不会强求 待我入朝以后 便会收发请父亲准许 送你回家 多谢少主 我还有一件事 如果因为别的原因 被修掉的话 名声不太好 我回家不好交代 七叔里没有子嗣这一条 你看行吗 行 都以你 少主 你可真是大好人 我家境贫寒 又不懂事 实在是配不上您 您把我修了 肯定能取个更好的 您平日里吃这些 不嫌腻吗 新川有一家香酥烤鸭 特别好吃 外焦里嫩 加上黄瓜条 和葱丝 也 我不吃葱 也不吃鸭肉 羊肉汤呢 羊肉汤怎么样 这羊肉汤 加上一点胡椒 就没有山湾了 我吃羊肉 猪肉 猪肉 猪肉总吃吧 红烧的狮子头里面 掺上一点 虾仁啊 蟹粉啊 烧锅下油 别提有多香了 如果 不吃油腻 糖醋小排 不吃糖醋口 那您告诉我 还有什么东西 是您不吃的呀 也没什么不吃的 都行 挺好的 这些 很健康 既然健康 就把这些都吃完 不要浪费 你不是凉拌膜 你是小海参 你就是蓝牌 古之真女 理性情 至心术 崇道德 故能配其君子 以成其教 非礼物吕 非易物 七少夫人 请你来回答一下 我刚才念的那几句 是什么意思 陈杰女子 大点声 我听不见 英 李 顺 姓 我让你大点声 你听不懂吗 你 吓着她了 拿破屎子吓唬谁啊 你都敢教训我了是吧 那你来说一说 我方才念的是什么意思 我方才念的意思是 女子要有规矩 我看你就是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天天提个破枪 没点正型 你哪里还像个女子 就你知道女子该什么样 都让你知道完了 你以为你天哪 这个破齿吓唬人 就能教人做女子了 我提枪纵马 天下安邦定国 怎么了 这就不是女的了 你 下学不许走 内训抄十遍 那我就不抄呢 你 去 去 去 郡主 别以为我和孟莫抄 孟莫 我替郡主抄 你们两个安 今天不抄完 谁都不能走 放心 我有办法 太厉害了 你 你还有这本事呢 两个人抄和我一个人抄 是一样的 郡主 刚才谢谢你 我们都觉得你特帅 不用谢我 你以后叫我上官就行 以后那些嬷嬷 你不用害怕 我来保护你 还有你们 其实 我也不是害怕 我天生就比较慢 说话慢 做事也慢 总跟不上别人 妈 那我有个问题啊 你平时看我们感觉快吗 对啊 你平时看我们感觉快吗 别闹 我吓着害怕 没准备真是快的 别闹了 别闹了 好奇嘛 所以到底快不快呢 有没有觉得 有 快吗 有点 你啊 你啊 是内秀 你不善言辞 但一般人 可没有你这样的本事 在我们老家呢 有一种茶叫做冬瓜茶 说起冬瓜 大家都觉得是咸口 应该做成炒冬瓜 或者冬瓜排骨汤才能 但在我们那儿 却是能做成甜茶的 食物都能有不同的口味 那女子也不应该只有一副模样 这要是在我们丹川 谁敢用成规陋席去约束女子 那是要被戳几两骨的 丹川 就在我老家寄川附近 果然也很自在 我听说你们那儿人性格很泼辣 吃的也很辣 看 嗯嗯 好香 好香好香 辣冬瓜 你吃吧 我一口没动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好香啊 辣吗 好好吃啊 你也太幸福了吧 我卫博读了进厨房的权利 只能每天跟着味不好的六少主 吃抗烟菜 凭什么不得你吃饭的权利啊 我去帮你淘点 不用不用 小事小事 过几年就好了啊 这件事呢 我觉得你得换个思路 你不能等着东家大发慈悲 你得在同僚身上下下功夫 让他们帮你 有道理 我可以尝试着攻略我们的掌勺大人 对啊 嗯 你这豆腐的毛 比我头发都多了 我用盐卤 是想让豆腐保存得更久一些 没想到它这还是坏了 都坏成这样肯定做不了 连这砧板一块扔了吗 啊 哎 要不 咱换一道菜 你告诉我 换什么 要不 我试试啊 侧夫人 不是跟你说不能进厨房吗 我没进来呀 我在外边呢 不是你 豆腐长毛了可以不用丢 能做成毛豆腐 啊 好香啊 别有预算错误 嗯 陆大厨 你是不知道 在门记穿有种吃法 就是把这毛豆腐煎了来吃 然后蘸辣椒可好吃了 不是 曹夫人 咱们六少主有胃疾 身子金贵得很 是一点叉子不能出啊 没问题吧 你看 这豆腐毛结如雪 刀器似玉 坠地不易 尚且有救 您真的不做 绝对不做 好厉害呀 这能行吗 红杏汤最是养胃 郑哥哥可一定要坚持喝 才能够健健康康了哟 其实我的胃病已无大 以后不用再废勤做了 那怎么行呢 少主 相肩猫 相肩豆腐 宋 嗯 你还是叫我兄长 这突然改口 真哥哥 真哥哥 你不喜欢我这么换你吗 不喜欢 神人 偿 还借ку 少主 小人有罪 还请少主择罚 怎么了 什么 这豆腐 小人本想用盐将这豆腐 都保存一段时间 可没成想它还是坏了 还长毛了 我想再去内务厅领 已经来不及了 我听闻这长了毛豆豆腐 在民间可做毛豆腐食用 刘宝贤 疯心了吧你 这长了毛豆豆腐 能给烧煮吃吗 就是啊 刘大厨 这玩意儿给李维吃吃还行 把我跟郑哥哥吃坏了 可怎么办呀 是吧 哦 毛豆腐确实是可以吃的 最近天闷 少主胃口不佳 毛豆腐可以开胃 刘大厨刚刚做好的时候 我就尝过了 没问题的 这 这 这东西这么害人 怎么吃啊 真的可以吃的 你信 我试给你们看 那你走 走 真的很好吃 你看看 嗯嗯嗯 你看 你试试 伯伯 伯伯 哎呀 找找看 伯伯伯 伯伯 真的很好吃的 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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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尝一尝啊 你快点了 刘宝萱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这个豆腐的 端 端走 是是是 都是小人拿错了 就是 等等 诚伯伯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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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确实不错 我就说很好吃吧 少主当真觉得不错 用心了 替少主夸子 这都是小人应该做的 侧夫人这次还挺懂事的 直到在少主面前 替师傅说话 是 今天侧夫人表现 的确不错 那侧夫 我说侧夫人 你能不能像个人一样出现啊 卢大厨今日看到了吧 只要按照我的菜谱 做出来的菜 那是又好吃又养胃 绝对能讨上头欢心的 是 侧夫人您那么厉害 以后你自己来呗 我哪有您厉害呀 您这一双巧手天下仅有 一般来说 做得有点好吃就行了 像您做得这么好吃的 那真是很过分 少拍马屁 说正题 我爸不会做饭 但是对吃的有点研究 我俩同在少主底下过活 你看 就好比悟空的同僚一般 既是同僚 那就应该合作呀 您想加奉升职 我想吃到好吃的工餐 咱俩同力合作 一起讨上头欢心 怎样 我开心 我开心 这个 就是传说中的皮蛋吧 侧夫人好严厉 这正是足迹皮蛋 下两里 这 你就按照我说的做 等着被表扬吧 好 少主 这是小人最新研制的 皮蛋菠菜鸡丝面 还请少主品鉴 我好像说过我不吃菠菜 有过色味 好 这个皮蛋作为佐料 可以改变菠菜的口感 试试吧 我素来也不吃皮蛋了 这刘宝全做得很辛苦的 就尝尝嘛 刘宝全你这面做得不错呀 怎么厨艺突飞猛进突然开窍 就像另一个人做的事 少主说笑了 少主所食饭菜 自然都是小人亲手所做了 还有吗 礼不愚解 不亲辱 我好侠 修身见颜 未知善求 课后 还请诸位少主请勉不谢 如此方能得到主上首肯 早日上朝效力 下课 还请诸位少主请勉不谢 是 是 柳少主过来一下 坐 少主文中提出 可由按人钉针收 改为按田姆 资产征税 实属良策呀 其实不止我穿 单穿遭遇洪涝 若能实行此法 亦能解单穿难民之苦 可我写的文章 父亲向来是不看的 少主放心 我会亲自拿给主上看的 有劳先生 我带着糖醋鱼油焖春笋 和梅子酒 这是我准备的红油超手 水煮肉 还有毛血棒 我看你上次挺能吃辣的 就给你多加了点 谢谢 我带了烧鹅给你 你们真的是太好了 我也有一件喜事 要跟你们说 什么 本人礼为 已经成功攻略了大厨 获得了六少主妇的 登登登 点菜拳 以后啊 我再也不用你们接近我了 我也可以给你们带好东西了 太好了 恭喜你做到了 小薇 吃饭 小薇 小薇 太长点 海棠女子你怎么来了 这些课你不是都上过了吗 别提了 自打尽了工啊 那三少主每天都在家 我们都烦死了 还不在家躲着呢 我介绍一下 这位呢是三少主夫人 海棠姐姐和她的姐妹们 这位呢是二少主侧夫人 好家姐姐 这位呢是五少主夫人 善关静 这位是七少主夫人 思思 我们再分享中午饭 你要不要一起啊 巧了 听说六少主那儿清淡寡水 没什么好吃的 我们几个特别带了家乡的菜 大家可以一起尝尝 好呀 来来来 坐来坐 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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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菜好丰盛啊 给我们看看我们带的 这个呢是我们大金川的特色 白斩鸡 好白啊 我是莫川的 我们带的人啊 最爱吃熟气羊肉的 嗯 好香啊 这是代川的臭桂鱼 是有点味道 真 我们苍川呀 下短冬肠 干旱小雨 没什么好吃的 就是自己腌了一些泡菜什么的 大家尝尝 好好好 这个可是咱们九川的美食 全宴 太风生了 开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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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吃饭 哦 对了 治理司告知嫁官 说各位夫人的德行 将由内务厅审核 侧夫人的封聘 向来不嫁 若主上怪罪 至嫁无妨 那少主苦幸经营的名声 就白费了 我来尝一下 我来尝一下 都给我站起来 食不言 寝不语 再让我发现你们吃饭说笑话 直接打板子 这位嬷嬷是 我是你们正式的教导主嬷 毕姓炎 之前的嬷嬷对你们太过宽泛 自今日使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你们都不得行差踏错 须以身作则为天下规范 民间俗语道 管住男人的嘴 就是管住男人的腿 话操理不操 你们需用心修行 才能上得天堂 下得厨房 郡主 你做的菜 天怒人怨 这若是新川女子 也做出了这样的菜 怕是被羞泣了八十回了 这何止是把丈夫往外推呀 简直是要把丈夫 往地府里送啊 你再说一次 郡主 你在丹川可以欺压男子 招贼纳絮 但这不是你的家乡 谁也不是你的亲娘 没人惯着你 嬷嬷 您过来帮我看看这菜吧 我这菜好像颜色不太对 对 我们的这个太大的嬷嬷 不知道该接点什么 您来一看 对啊 这个好像要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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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个都护着是吧 以为是姐妹情深 新川本就是男子主事 你们若不在内院书堂 把道理学明白了 都不配给人为奴为弊 嬷嬷 您这话说得些许过分了 不仅侮辱了郡主 还侮辱了做奴婢的人 拿钱务工也是有尊严的 不能这样随意气呀 再说了 不会做饭学就是了呀 您是嬷嬷 更应该传刀授业解惑 而不是这样随意打压人 你顶撞我 我就是讲道理呀 闭嘴 你个寄传来 发牌给人做小的 也敢与我降嘴 好家 还护着是吧 一颗白菜塞进我嘴里 摩摩你无人 哪 哪有这么大呀 你看 他承认了吧 他们就是把白菜 塞进我嘴里了 菜是我塞的 别做别人 算什么一些好汉 你们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都给我打 打够二十板子 你看 太有笑话了 你看 这些是图儿的 你看 在我嘴里呀 打完了 怎么样 疼不疼 疼会了吧 没事 你不也爱一板子吗 背上疼吗 我不疼 你看你站得起来吗 郡主 他是没挨打吗 习武之人 身体硬朗 少主到 我 怎么还想请家长呢 六少主真的应该好好管教侧夫人了 若让李氏 恃宠而骄 无视新川规矩 日后 必惹出大祸 默默深知内院女子不义 何必如此为难呢 早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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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未够ավ 好 Ter caffe 上官 上官 被打了 走这么快 你等我 等我 你听我说呀 我背你 好男人 绝不会让弱女子孤独前行 上 不是 不是内冲 枪太沉啊 你等会儿 等会儿 好家 好家 来 这给你 你没事吧 你也没事吧 好 我不用 我没事 你还是给上官吧 他看上去挺坚强的 但心里委屈真的 没事吧 还用呢 我真不用 谢谢吴少主 那行 那你回去时候 你小心点啊 不是 不是 走 走吧 不 随不太用 侧夫人 这次可闯了大祸了 严嬷嬷上报了内务府 连六少主也跟着连坐 不光罚了月钱 还要罚贵宗辞呢 我今天坐 好 好 呜 呜 老的支笔拿来 好 好好 来 侧夫人 侧夫人 您又要写家书啊 嗯 我知道我写的信记不出去 你们都会交给苏慎的 但是 我想有个念想 不是 侧夫人 不用解释了 我们都是在别人府上吃虎饭吃的人 都不容易 我不理解 不是 侧夫人 您的信我们本来都藏好了 要找个机会带出去的 你说主子要是知道 这一封封家书根本就寄不出去 会难过吧 所以我才跟你说别告诉他真相 他刚入府 且傻乐一日 是一日吧 可谁知 那日苏总管突然查寝 把你的信件都给没收了 我和玉萍害怕 才没告诉你 谢谢你们 我原以为 来到这新川 无亲无故 也没有依靠之人 谢谢你们 爱我这么好 我今天犯下大错 或许要移民地债了 这新送不出去 一输走可以吧 谁 开始 想吟啊 你走 你 приз 不能做的 来 你还示惯神定吗 你猜是猫呢 走路都没事的 照你这么写 得像猫一样有九条鸟才够抵债 听说 你被扣了月钱 还被罚贵了宗司 对不起 钱确实扣了 罚也确实罚了 但这不是你的错 你真这么想 小的时候 我在私塾 踏出 打槐花 我娘被亲过去了 结果 我娘却跟先生说 不能扼杀孩子的兴趣爱好 你干嘛 我心里也就能弄杀孩子 你还要为何干 builder 我还为何干我 从来 我带来 我把你管手 你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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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 你管手 别动 其实 那次没有打到槐滑 反而摔上了腿 我回家 我娘也是这么给我擦药的 你真像我娘 我 我的意思是 你的感觉像我娘 一回 一回 你 你这手碰我脚了 自己擦吧 少主 我不建议 少主 我建议 这人 岑夫人 您在写什么呀 六少主这个人挺仗义的 我想好好报答他 帮他把胃养好 这是给他写的养胃食谱 您终于想通了 想通什么 没事 没事 明明其妙 来 补我一副 慢点 小心 少主是不满意 单纯水患时关民生 总觉得有殊劳 郑哥哥 郑哥哥 你累不累 有什么想吃的吗 我去给你做 我不饿 你出去吧 可是我想在这里陪郑哥哥嘛 你在看什么 最近单纯不是 少主 少主啊 这是小人为您最新研制的槐花点心 都是刘大厨做的 看着就好吃 小时候 我再私塾 盘树打坏花 丢宝全 我看你现在 跟侧夫人 做得很近嘛 宋姑娘 您这话可不信乱说呀 不是 宋 少主 我这 宋姑娘 宋姑娘 我的小祖宗 丹川又走在了 侧夫人 少主这是正事 要不您 您也知道丹川洪涝的事 哦 小时候 听说过一点点 季川迅其实也偶有水患 特别严重的时候 家里雇人都会挑难民去雇 不 因为那个时候会比平时便宜三成 甚至便宜一半呢 还有什么 再说说 嗯 一旦遇到水患 爹娘就会把田围起来 然后把屋子和粮仓都围起来 还会养狗 为的就是逢灾民抢粮 伤人回屋 难民欲灾外逃 天灾结束之后会留扯不到疫症 青壮都留在一地安家 长此以往 更民流失的问题 会愈假严重 哎呀 眼下单纯正值讯息 你以水患为题 让他们做的 想法是好 嗯 单纯红老 年年治 年年老 这也是祖上多年忧心的 嗯 少主们跟着陈念书 也得为祖上分忧啊 可这老五一笔烂字 狗爬的血都比得强 老二主张发展农业 要掀起明智 让百姓学习务农的技术 哼哼 道理虽然对 可毕竟是拔得太高了 丹迪张主这篇文章 篇具写得漂亮啊 空有华丽 可惜不中用 啊 四少主 发散的 倒有点意思 他以 菊生淮南为营 说农丧 不能照本宣科 要顾及当地的 环境 人口 老四 老四 素来周全 不错 六少主的 臣也看了 老六进来 确实稳重了不少 好 他以前病着 顾到不曾发现他 还懂这些 盖神农为磊四 以利天下 姚命四子 静寿明时 顺命后继 食为正首 余制土田 万国作义 要在安明 父而教之 他引用的 是齐鸣要术中的一段话 老六真是一个实干的 他居然还提到 更名流失一事 若没有实调 他也想不了这许多 把这两篇文章 拿给敌长主 让他好好看看 再把老六叫来 是 参见父亲 嗯 测论 姑看过了 很不错 谢父亲赞生 呃 倒有一事要问你 单穿谁换 物资运送 成了一个难题 路上灯戈 食物极易腐烂 不知你有什么想法 哎 说错了也不打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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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啊 急着召见您 可是看了您的策论呢 是啊 父亲 很满意 太好了 太好了 哎 那主上又出了新题目 我心中是有想法 但却不敢直言 嗯 若是说了 便会证明 他开东新丹运河的举措 是错的 哎 哎 那可不能说呀 不能说呀 主上岂会错呀 错呀 错了也是对的 啊 是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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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你都还愣着干嘛 把这些东西全都拿出去 之前的东西也全都堆成金子捐了 还有这个 是 公主快点啊 上官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跟说丹川遭了水灾 想肯定要家里寄东西了 我也没什么好东西 这些首饰你先收上 还有这些 这是我和姐妹们一起捐的 你也一并给送走吧 这么多 此老三有的是钱 给他用了不是白瞎了 不如给丹川的百姓们 哎 平日里他也没少打赏我们 我们可不想穿金带银的给他看呢 我带丹川的百姓 谢谢大家 你也别太担心 听说 新专主 已经增派人手 也拨了钱款 等屋子一到 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思思 我 我也想捐一点儿 顾玛 这是刚刚配好的生骨肉 吃了上头发 白夫白夫 一定要保佑天下的老百姓们 福气满满 平平安安 你能进厨房 白夫也成功了 来 什么厨房 这什么管 刘宝全十年如一日 就不会什么花样 哪来那么多心菜 我错了 太多 没人怪你 刘宝全可是软硬不吃 短短几日 你签把它搞定 没有装不破的男家 就剩下药就行 你是怎么做到 让所有人都 都喜欢你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也喜欢我 也不是没看到 你是罗吗 对不起啊 但你也不能这么吓人呢 我发现你这个人吧 也有心事 最喜欢耍人玩 我也没有耍别人 说说吧 遇到什么难事了 作为侧夫人 是应该为东家还有劫难的 哼 原来是这事啊 你有办法 这需要什么办法呀 用真心就行了 你试着不要把主上当成你东家 他是你的家人 跟家人说话 坦坦荡荡就行 家人 家人 我这儿了 我这儿了 居然连狗都不放过 还拿来过郑哥哥还行 我绝不让他好过 姑娘 我第八回听您说 不让测缝人好过了 可您啥也没干呀 我这儿了 下竹子 怎么了 咱们的计划是 你写一封假的情信 然后藏在这儿 再让苏总管带人来查 就说李渭与人私通 对吧 我在屋里都跟你说半天了 你怎么还问呢 下 你再等一下竹子 又怎么了 你有没有想过 李渭的字那么丑 你写这封信的时候 还怪认真的 六少主一看 就不是李渭的字迹啊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大好说 我这不是看您斗志昂扬的 还吹自己妖记天上有地下屋的 小人哪敢多催 那你现在怎么又敢说了 死刀铃头 怕您连累我了 白夫 别叫 别叫我别叫 白夫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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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夫 白夫 来来来 别叫 别叫 初子 我们不如狠狠地叫醒白夫一下 确实六少主一定会人 是李渭照顾舟治他的罪 那就让我把白夫折磨得 面目全非 六少主 小心 来 来 你怎么成这样啊 疼吗 来 测客夫人 你 你怎么把白夫搞成这个样子 他 不是我 哎呀 这种小孩子把戏是谁做的 你心里没说吗 好 本来要不去晨醒还有些紧张 看到他这样 我反而好多 不用紧张的 跟自己的父亲说说话而已 要是还紧张的话 吃个糖就好 你这心向子是什么样 好 那我先走了 你怎么搞的啊 怎么把我们白夫搞得 面目全非了都 面 面目全非了都 他也就只是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朵花而已 说了你拿什么 那什么意思啊 您说是我弄的 你凭什么说是我 有证据吗 满院子除了你 还有谁会玩这种小孩的把戏 还好你外打正招 消除了少主的紧张 做得不错 下次别再做了 把他恢复原样 对他好一点 你在这给我装什么大度 你等着吧 我绝不让你好过